我是一個不太願意去和自己多麼心酸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都還好 有自己的夢想去做就沒有什麼大不了 保持一個好的心態 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你就會特別開心 其實我覺得演了很多的角色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接近我吧 因為我覺得因為他演角色的時間更多也是人性 因為人性他會有不同面 所以我覺得都會有一點點 那在蕭成旭的身上有哪些地方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的感覺 就是堅持 其實這也是自己第一次去嘗試這個年齡快度比較大的 就是因為還是前期工作和導演和劇組 大家一起討論劇本 還是只要角色赤透的話 那麼還有導演在現場的一些和他的一些默契 包括他的一些指點 所以在進入角色的過程當中 狀態的時候就會更好一點更快一點 我倒是其實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沒有覺得就是一定要想把這個事情做的多麼難 因為我反而覺得在拍攝的過程當中覺得是做減法 我覺得這一點很輕鬆 因為我們拍戲的時候因為是不可控制的那個因素太多了 因為所以我覺得演員更多要基本上現場的調控能力 因為幾十號人幾百號人可能咚咚咚咚是各種聲音 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也要自己相信自己是那個角色 所以不要受任何聲音和事件去干擾你 所以你一定要給自己建立心理感 就是說你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演員應該要做的 現在還能想起哪一場戲拍攝對男的角色 長頭就是語系啊 因為你比如在語中哭 就算你的利益要嫁給不老人 我沒有記憶見證他 他記憶對我說 否則我死都不相信 很多都是在十一二月份拍 就是說你很冷你還怎麼保持住不冷 在演這些情緒系的時候 所以在演語系的過程當中還是比較難忘的 這個方面還是比較有點難的 很多演員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去克服 今年突然一下子被更多人知道了 這種轉變有給你帶了什麼影響 也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就是在劇組拍戲的時候 尤其這段時間 那麼多了很多一些人在酒店的樓底下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因為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大家還是盡量不要來到劇組 因為這都挺不安全的 而且千里條條過了 反正我覺得自己永遠把自己當成保持一個20歲的心態 那肯定在這個第一部戲到現在 的確確就是肯定 成長了很多 經歷了很多 也學到了很多 各個方面都不一樣了 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記得特別清楚 我演著演著出話都不知道 那肯定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我覺得經驗還是積累 所以前幾年肯定都是在摸索 但是這幾年我覺得就是說 好很多 這次也好很多 嗯 那個就是說一個過程 我相信可能其實做我們這個演員 這也好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 因為你剛剛開始被別人否定了 因為我遭受過很多導演 或者制片人 說我不行 我記得特別印象有一次 生個時候我去面試 有個導演說 你這一輩子別去做演員了吧 你肯定不行的 我說那你可以 你可以好好跟我說嗎 不行你可以教我 你幹嘛說我這一輩子 別幹這個行業了 這對我的打擊是蠻大的 努力完了之後 你肯定 你自己不要放棄你自己 你才能夠走得更長 更長 因為你自己放棄了你自己 別人可能更加會放棄你自己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做什麼都要行 我不能失敗 現在覺得就是他的事實 做好每一件事 也要每一個角色 那在這個過程中會有過的 感覺好像快要堅持不住的那種感覺 我剛做完的時候 就其實妙想很多 就覺得 因為不知道怎麼一個好的標準 去呈現給大家 所以前幾年的時候都在找 還是會有一些迷茫 會有一些放棄 會有一些 不開心 對自己的表演 可能會有一些不自信 但是這幾年 就從來沒有放棄過 就一定相信自己 一定能做得到 一定要 不要放棄自己 在演的時候就一定相信自己就是 一定要把它演好 做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這個角色塑造好 我是一個不太願意去 就是說 說自己多麼心酸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都還好 真的都還好 因為你自己只要喜歡 有夢想的話 你去做的過程當中 就會很有動力 你就不會覺得 今天怎麼那麼累啊 就抱怨 沒有 我反而覺得 你今天累一點 說不定以後 就對你這個角色 你的人生 體會到不一樣 你就更好 對 所以我沒有更多的去想 我覺得每一個演員 他一路走過來 都是挺不容易的 別說是演員 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如果對自己的職業 有夢想的話 想得到更高的成就的話 都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好的和不好的 全都忘掉 只活在當下 能做好自己 因為我一直在拍攝戲 你會不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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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什麼 老幹部 說我是老幹部 對 我覺得我真不是老幹部 我哪是老幹部 只是說 我一直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拍完戲之後 我還是會 解決社會動態的 嘛 我還是會去看一些 東西的 我感覺我還是什麼 山底洞 是老幹部 什麼那個二季網 我還是那個 因為我一直在拍攝戲 這個角色以外的東西 竟然不怎麼看 所以就可能上次直播的時候 說那些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還在演著這個戲 對 覺得現在 我也覺得 大家都喝喝茶 紅茶挺好 對 那個紅茶綠茶都挺好